各位大家好 我現在要跟各位介紹一個修圖的APP 那這個修圖APP它有一個很強的功能 是專門針對臉部的修圖 臉部 特別好用 那我現在來秀給你們看 那首先第一個APP叫做Airbrush 第一排從左邊算過來第二個 叫做Airbrush 你去APP Store下載 那下載以後我們就把它打開 Airbrush 那我們可以看到右邊藍色的是相片的美元 那我們就可以選相片美元 那相片美元選它以後 我們就可以找到裡面它有一個換例的圖片 換例圖片那你就可以把它打開 那換例圖片就是這個Menu 我們點它一下這個Menu 第一張這個Menu 就把它點一下把它點開 那這個Menu它有很多的豆豆 那我們想要把它豆豆消除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選去豆 一二三四第四個 去豆第四個 那我們就可以選它 然後我們把一 用兩隻手指頭把它打開 拉開一下 然後我就可以點它的豆豆 點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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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樣就可以點到它的豆豆 點它的豆豆 很快你就可以把它豆豆點掉 在移到被丟的地方 在移到被丟的地方 很好用的一個去豆的軟體 去豆你就可以把它點掉 很好用喔 好 好 那去豆豆好了以後 那就會豆豆就不見了 去豆豆就不見了 好 去豆豆不見了 是Hand out的一個修圖軟體 點部修圖軟體 好 那豆豆修完了以後怎麼辦呢 我們第二部分我們就把它打勾 好 豆豆已經被我們去除了 第二個部分我們要來磨皮 好 第二個選第二個磨皮 那我們當然是磨皮它有希望強一點 好 強一點 好 磨皮強一點 那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手指頭 在它臉上滑一滑 滑一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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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臉上的部分有皮膚的部分都把它滑一滑 要均勻的滑一滑 讓它的皮膚變好 好 脖子有 脖子也要把它滑一滑 它的皮膚就變好 皮膚就變好 有看到皮膚變好 這是使用前使用後 有差別嗎 有 好 有差別 把它磨沒有 好 那我們就做好以後就打勾 好 在打勾以後我們發現 它的眼睛 眼睛要讓它亮眼一下 第一 從左邊算過來 第一二三是第四個亮眼 好 那我們就選它亮眼 在上面磨一下 磨一下 眼睛就會非常亮 很亮 好 那個眼睛就非常亮 好 那它有一個中間有一個白牙 有看到白牙 白牙的部分 那白牙的部分我們就可以把它牙齒放大 幫它牙齒刷一刷 把牙齒刷一刷 它牙齒就很亮 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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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牙齒就被我們洗白了 好 那記得要去洗牙齒 很白 好 洗好了就打勾 打勾我們大概就完成了 如果你還要去掉它的黑眼圈 當然也可以啊 那你可以把它去掉它的黑眼圈 稍微畫一下黑眼圈就變白了 好 哇 這樣就變美女了 好 那這樣做好了以後 我們希望它畫一下彈妝 它雖然已經有畫妝 那我們給它畫個妝 畫一個疙瘩系的妝 那這個妝我們就給它選一個比較濃一點的 Smokey Smokey 那畫一個比較濃的妝 那就畫好 那濃妝淡妝你可以自己選 濃妝淡妝你可以自己選 我們就給它選淡妝就好 讓它上色但是淡妝 好 那我們就做好了 好 做好了以後我們就完成 就按下載 右上角下載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初步的化妝 好 那完成以後我們來做第二步 那我們就把它去掉 好 完成以後我們再來找第二個APP 第二個APP叫做 叫做CYMERA 那我們可以看 左 第一排 左邊第一排 左邊第一排 左邊第一排的倒數 算下來第二個叫CYMERA這個APP 這個APP也有好處就是上一個動作的延續 它可以很快的把你的臉型變好 好那我們還是把它打開 打開我們的編輯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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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我們找到我們的相片 那我們找到我們剛才來修圖那張相片 第一張相片 我們找到這張相片 這是我們剛才做的那張相片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來讓它變漂亮更漂亮 那它雖然 我們可以選美容 美容 美容 美容第一個我們可以選微笑 微笑 微笑我們可以讓它笑一點 那是你看你希望它的笑容是要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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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當然是微笑就好 微笑就好了 微笑 微笑 好 那我們就選好 就按應用 那就完成了 完成以後我們再選一個叫做 那個大眼睛 選一個大眼睛 好那大眼睛選好以後 我們可以選大眼睛 太大 不好 太大 不好 太大 不好 那我們就選適當的大眼睛 那也是蠻漂亮 大眼睛蠻好看的 中間就好了 好 那選好以後 我們希望它能夠 蝴蛋臉 那蝴蛋臉 它雖然蝴蛋臉很漂亮 但是我要讓它更漂亮 那你可以選它 蝴蛋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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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 好 那你們試試看看 這兩個APP 超好用的 它是我的獅皇寶典 獅皇